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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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顺娘 我想再挑货出去叫卖 不行 你答应过我的 你先别急 你听我说 我不是真的要去叫卖 我是想挑一些货 去宣传一下 让各位知道 我在镇上开了一间铺子 可是我们不是已经贴了很多宣传单了吗 宣传单是死的 我的脚是活的 再说这个年头十字的人也不多 那些单子对他们来说就是一张纸而已 那你说 这样跟我自己挑货去宣传 哪个比较好一点 真没想到 你还真有生意头脑 我答应你 不挑多 不太远 只要等店里的生意好转 我就乖乖的带在店里 你这样好不好 谢谢 没想到 我堂堂一个大少爷 竟然落魄到现在这个地步 陈家 都是让你们姓陈的给害的 太多 无家可贵 从小就禁人离下的 婶婶 都是你刻的 爹 娘 你们死得太早了 你们的命 怎么这么保我 被他们家 还我给咳嗽了 就留我一个人 苦苦难地被他们欺负 我 我 我又不是故意要拿侧品水租费的 可是 可是雷霸说我不还债 要砍我一只手 一只脚 我不是故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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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不得亲他了 你便于出戏的东西 他最好死在外面了 生得回来得我生气 我不会再回来了 再亲您了 我走 沈沈 沈沈 你干嘛 沈沈 沈沈 你开门哪 祖山少爷 出去 沈沈 我叫你出去 听见没有 下来 拉他出去 夫人 把他拉出去 沈沈 沈沈 我听说错了 沈沈 沈沈 夫人 你看这雨 你们先下去 是 让他好好反省反省 慧姨 雨这么大 您就 你别替他求情了 让他灵灵你 看他会不会清醒一点 你管我断杖 磕死了李家的人 害你成了孤儿 我今天就让你知道 我就是靠这双断杖 把你拉拔大的 你年龄死的时候 你才三岁啊 我怕是把尿 把你拉拔大 给你吃好的 穿好的 你生病 我比谁多急 我给你找最好的医生 你要念书 我给你找最好的学校 我这么辛苦把你养大 现在 你用这种方式报答我 我告诉你 就算我的断杖 真的是有罪过 就凭这么多年来 我为你做的一切 也该够了吧 你要到什么时候 才不再折磨我呀 慧姨 您就先让福财哥进来吧 这么大的雨 她受不了的 我想经过这一次 她一定会醒悟的 别怪她 从想到的 她犯了多少错 扔了多少祸 我哪一次没有营养她 她改过吗 难道我对你掏心掏肺 都还不够吗 真要有什么地方可以带你 你没有什么不好 好想一想 水族的事 赔钱是想 陈家的面子就不要完 再不要下去 陈家一定会给你败了 一定会被你败了 我没办法 我没办法我交付好你 我没办法我交付好你 慧姨 您身体不好 小心别气坏了身子啊 慧姨 是啊 慧姨 您先让福财哥进来 天大的事 我们明天再说好不好 慧姨你别生气啊 麻烦 好 好 慧姨 福财少爷 他真的走了 不要他这么大 才送了他几句 这没良心的家伙就这样走了 慧姨 慧姨 这么大 他能去哪儿啊 慧姨 福财 慧姨 福财 福财哥 福财哥 你干什么 我 我怕你着凉 给你盖衣服啊 去去去 少在这猫库耗子 假慈悲了 昨天外面下那么大雨 不让我进门 行 现在天也亮 雨也停了 你才来找我 你有没有诚意啊 福财少爷 我找了你一个晚上了 我是现在 才找到你的 你找了我一个晚上 你会有这么好心 我是个叫卖的 在风雨中流浪的痛苦 我很了解 好 你现在可以回去报告了 就说我李福财找到了 我李福财不饿 也没被饿死 我也不冷 我也没被冻死 其实慧姨很疼你的 你昨晚就那样走了 他有多着急 你知道吗 回去吧 会原谅你的 想让我回去 就让我回去 想赶我走就赶我走 你以为我李福财是什么呀 狗啊 我告诉你们 我李福财 不会让你们这样 忽持起来 挥持继去的 福财少爷 你就别怂气了 我不回去 我这姿态 也别摆得太高 他再求我一次 我就顺水推着 我再跟他回去 外面的苦日子 我可受够了 吴秋 你回去 告诉婶婶 我李福财 就是死在外边 我也不回去 你爹没有 你说话呀 你可死无穷 你再多劝我几句 你会死呀你 这下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福财少爷 你存心耍我呀你 我怎么忍心 丢下你 挨饿受冻呢 我出来的时候 也没带什么 给你吃的 就这几个包子 你就先吃吧 几个破包子 你就想打包我呀 你以为我是要饭的呀 那如果你想要吃别的 就回家吧 家里什么都有啊 你没听见我说的话 你以为我说的话是放屁啊 好吧 那我走了 你别生气了 那 这几个包子 去去 拿外边喂狗去 我走了 你真的不回去啊 福财少爷 没有 我想我告诉你 如果你有什么困难的话 可以到铺子来找我 我和顺娘会帮你的 我 我也 你一定不乖 睡觉经常踢被子 所以啊 才会着凉 你又知道啊 我给你开个药方 回去吃完药就好了 回去多喝开水 少吃油炸的东西 嗯 那我先走了 好 胭脂 什么事啊 一个钟头以后我就下班了 下班以后 能不能陪我走走 这段时间 我娘整天比我相亲 都快把我逼疯了 好啊 好 那我们说定了 一个钟头以后 我们就在 湖边的凉亭见 我准时到 嗯 都过了一个多钟头了 怎么还不来啊 他说话会准时来的 我会这么没诚意吧 护士小姐 赖医生她 赖医生临时出诊去了 有位乡下太太突然要生了 那她有没有说什么时候回来啊 产服生孩子很难说 要看是不是顺产了 啊 去接生也不跟我说一声 害我白白在外面等 马小姐对不起 赖医生要我去通知你的 可是诊所一直忙到现在 真是对不起了 没关系的 我知道你们诊所很忙 嗯 那以你估计 赖医生什么时候能回来啊 就算接生顺利 回来恐怕也是半夜了 再说赖医生对路又不熟 就算接生顺利 回来恐怕也是半夜了 再说赖医生对路又不熟 周年 出说 komt 出什么事了 雨慧 你没事吧 你在担心福财 我不该骂他 不该赶走他 我昨天晚上让他紧了 不就没事了吗 与慧 你就别自责了 这个福财 也是该吃点苦受点罪了 不然他永远都长不大 永远都不懂得 什么叫承担责任 可是昨晚一夜风雨 他能去哪儿啊 我你的身边长了凉 那 你就别操心了 他再不懂得照顾自己 那多多雨总会的吧 行了 你就别操心了 他怎么就这么不真心呢 丽家就他这么一个毒苗 丽家的将来 全靠他呀 我背负着段掌的罪名 只想替李家调教出一个 有出息 更伤进的子孙 我 我从来没有要求他做大官 赚大钱 我只希望他能够踏踏实实 规规规矩矩的做人 可是你看到了 他 冰冻三尺 非一日日寒哪 你的意思 是我错了 从小把他照顾得无微不至 难道这也错了吗 你疼他 照顾他 这都没错 可是 你不能总把他 护在你自己的羽翼之下吧 你这样只会使他变得更加软弱 让他失去了应对问题的能力 我也知道 这样不好 可是我 雨慧 你实在太需要休息了 我拜托你了 你放心 福财不会有事的 这个福财啊 没吃过苦 我估计他熬不了几天的 说不定啊 明天你一睁眼 他又活蹦乱跳地站在你的面前 惹你生气了 真的吗 真的 这次如果他回来 我一定会好好管教他 绝不让他再像从前那样荒唐 否则 我到了九泉之下 怎么面对离家的列祖列宗啊 行了 他会回来的 去吧 早点休息吧 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挤 给神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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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还 感谢观看 就是要 我不希望 我走了 我 感谢观看 她 你 我 我 静一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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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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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快快 我喜欢 你我